今天報新聞線報內幕追蹤一下 歡迎上線 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呂蕙銘 我們帶您來看保齡茶室食物中毒事件 今天再增加了兩例 但是我們衛福部對這方面 有固定的SOP了 到底是什麼原因中毒也是清清楚楚 目前還是鎖定在A13 百貨公司裡面的狀況是最多的 只是大家都在問 這毒素到底怎麼來的 前幾天有 後幾天有 為什麼獨讀3月20號 這七份歸條沒事情 為什麼 到底怎麼來的 我們今天有邀請到毒理專家 他說其實這在他們毒理界 他們醫學界真的也是炸鍋 一直在討論到底呢 怎麼一回事 疑點太多了 所以就是要提醒有關單位 現在還沒有辦法完全排除 人為下毒的可能性 因為很多事情難以解釋 好 這是有關保齡茶室的部分 另一方面來看看中國的習近平 現在為了穩定政權 除了主動的邀請 馬英九前總統到北京訪問 甚至不排除再來個歷史性的 馬席二會之外 我們要再強調一次 馬英九總統他已經是卸任的了 他現在再出來選總統 是未必能當選的 他不代表台灣的主流民意 這個是我們要讓對岸清清楚楚 明白這件事情的 那麼馬英九到中國進行訪問 中國的反應如何呢 過去他去曾經是萬人民 大家都還記得當成那個狀況 現在沒有想到我們資助人拼命搜 網路上想要搜出一點訊息 很難找 沒什麼人關心 那好不容易找到了 這個中國小粉紅的態度反應怎麼樣 等一下我們要告訴您 另一方面還有呢 在經濟的部分 中國習近平是親自出席 參加跟外企相關的 國際經濟論壇的研討會 為什麼排除李強 為什麼不讓李強做他應該做的事情 很多人在打問號 不信任李強嗎 覺得他能力不好嗎 為什麼還要用他呢 那麼最近也看到他的夫人彭麗媛 高調的參訪基層了 旁邊還有正部級的官員來陪同 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一個安排 外界開始懷疑拿到夫人的手要伸進政界 幫他穩定政權了嗎 這個站在孤峰頂上的獨權的皇帝 誰都不能信 只能信自己的夫人嗎 等一下好好地來分析 先來介紹一位來賓首位叫 是知識媒體王瑞德 國民好 大家好 知識媒體陳東好 大家好 再來就是民進黨的 台北市議員林彥鳳 大家好 而介紹的是國民黨的 台北市議員朱小平 大家好 再來邀請的是知識媒體陳秉鳳 大家好 好 討論一開始我們帶您來看看 這個保齡茶是今天調查的最新進展 週日加班開記者會 目前最緊張的狀況是 北市加護病房的4名病患 接著31號下午5點半 保齡案總共有31人通報 兩人死亡5人在加護病房 其中4人狀況不樂觀 編號5678中毒者 肝功能每況愈下 其中案5的40歲男性 已經裝上葉克膜續命 這4人的共同點都是吃了華蛋和粉 分別在三家醫院的加護病房搶救中 保齡案災情慘重 業者恐怕面臨天價賠償 而新一A13店保險預期 北市府開罰200萬元 另外清查發現保齡其他三家分店 產品責任險也過期 賢建業者敗爛形態 北車復興還有饒河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掌握就是它一樣 也是預期被註銷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衛生局會依法來開罰 保齡食物中毒案考驗北市府應變能力 蔣灣也喊話中央針對米酵菌酸 訂立標準 藉由這次事件把破網都捂起來 好今天最新的狀況我們來看看 這個通報數30例了 但是不是沒例 都跟這個米酵菌酸有關係的 死亡人數維持在2人 加護病房5人一般病房 3人反家渲氧掉 20個人 當然藍綠白 針對這樣一個話題 除了我們希望實事 求是針對事實來做精準的判斷之外 政治攻防是免不了的 國民黨的部分 我們去立法院陳金輝說了 為福布不是說導入了數據分析 輔助風險偵測嗎 為什麼這件事情沒有偵測出來 為什麼預算編了這麼久 五年花了一億多 那卻沒有偵測出任何的效果呢 這個民進黨是說講萬安 你根本不萬安 你是慢安更甚至是不安 藍綠攻防之間整體事件 瑞德你的看法 對沒錯出一張嘴是最快的 那這幾天大家開始懷疑為什麼呢 因為呢 那麼所查扣的 衛福布食藥署 所查扣的35件裡面的三件 包括其中先驗三件 包括蝴仔條 米粉 這些驗的結果呢 他發現初步是陰性嘛 然後他的上油 他的上油所採集的十幾件呢 也是陰性 那為什麼都是陰性 那有人懷疑到說 跟那個所謂的馬來西亞 鮭醬油這些佐料有沒有問題 因為當時確實有發現 他這些佐料呢 有過期的混放就對了 當時業者是講說 他們並沒有拿過期的醬油 來使用 今天也驗出來這些醬油跟佐料 也沒有這個所謂的 米硝菌酸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更讓人家覺得很怪 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現在所訪查知道的 保林餐廳在23號是最後一波進貨 他在23號那一波進了 龜仔條跟這個所謂的油麵等等 那你會問說那為什麼吃下去 現在至少有八個人身上都有米硝菌酸嘛 可為什麼東西都沒有 因為很簡單 遺悟了第一時間的相關的這些食材 查扣檢驗的時間 去查扣的這些食材 已經是26號以後的事情了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不是在跟你口水戰說 打說中央地方 誰應該負責多一點 誰應該要打屁股雞大過 不是這樣 而是說如果大家都能夠 那麼螺絲酸緊一點 如果能夠快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案子其實是 最早的時候其實是新北市回報嘛 新北市回報了以後呢 那麼包括中央包括台北市 後來台北市才在24號 你有沒有發現要被罷免的動作特別快 當然啦開玩笑 新北市先發現的 新北市 基隆現在電動車補數一天比一天好 所以罷免真好 大家如果要想要 想要狐狸好一點還是 做判事效力好一點要罷免 新北市立刻通報了以後呢 台北市他有沒有去 有24號有去 但是台北市的說法又跟 中央的說法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台北市的說法是說 他們立刻去查報對不對 中央的說法是 台北市有去現場啊 有去保齡新衣S3的餐廳去啊 有去訪查回報是 食材初步沒問題啊 這是你的說法 你說沒問題 沒問題 然後出人命了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沒問題 如果那一天能夠台北市 就把相關的食材 包括規壓條的 包括這些東西 查扣部分 查扣部分就 我不要求你整個餐廳全查扣 你查扣部分的話 今天就不會事情這麼大條 為什麼呢 等到一層一層你看 25號26號一層一層來 單剛衛福部 那個食藥署接到通報 趕快趕緊跑到那邊去的時候 不好意思啊 23號最後一波 這個等於說 這個進貨嘛 到26號都已經幾天了 如果不是丟的 就吃著吃著 吃下肚了嘛 非常可惜就是 現在可以解釋為什麼 這些相關的這些食材 到現在都驗不出來嘛 那我還是要提醒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還是如果只要 那麼把螺絲酸緊一點 剛剛講的 那個是台北市衛生局的說法 昨天台北市衛生局 是不是臨時開了一個記者會 就是那個蔣萬安 很像司儀有沒有 很像司儀 現在請衛生局 大家講話幹嘛 就說韓總機進化版嘛 對 有頭髮的韓總機 我非常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是什麼 我們今天不是在質疑 這個等於說台北市衛生局的基層 我們無意去對基層 多索這個等於說苛責啊 台北市衛生局的局長他怎麼說啊 他說台北市衛生局這一套 第一線的只有六十幾個人 離子力高達三成以上啊 請大家多鼓勵取代責難 我告訴你 沒有人要責難他們 我們不是要責難 也不用特別去鼓勵他們 為什麼呢 他們是一份工作跟一份置業 那麼做辛苦大家都知道 跟很多社工一樣啊 在所謂的凱凱虐童案裡面 我們也可以知道啊 很多社工也非常的辛苦 我在本節目也替社工爭取 他們應該有的薪水都應該到 四萬五跟五萬以上啊 可是問題是 即便那麼辛苦也不能 不能表示說 我們就不能對某些這個過程呢 我們加以質疑 不論是兩回事 還有去提到中央 我跟你講蔣萬安現在言必稱中央 蔣萬安現在講什麼就是 我要跟中央合作 希望中央跟他配合幹什麼 以你這個態勢你當總統的時候 然後言必稱誰了 都是行政院長的錯 地方 他當總統又不負責 他當了中央以後 他要選總統 現在跟中央習慣相處 你看 繼續說是柯文哲的問題 這是不對的嘛 我問你嘛 你現在言必稱中央 一屬那小公啊 你們的離職率高啊 三層高達三層 你們人只有六十幾位 好像這些預算啊 原額啊 這些好像都是中央 對不起你 不對啊 台北市市首安之區 一年中央給總共加起來 包括統籌分配款 一般補助款 包括你自己編的預算 超過兩千多億耶 我講坦白的 超過兩千多億耶 你們三個對不對 是在我的故鄉 包括嘉義雲林 是整個預算耶 給你那麼多錢 你為什麼不好好去運用呢 我講坦白的嘛 所以呢 事實上不要再去推了 這件事情 該怎麼樣做 再積極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市民不要看你在那邊 打口水戰說應該怎樣 應該怎樣 我們要看到的是第一時間 我更積極一點 海開案是這樣 跟這個案子也是這樣 那市民才會安心啊 好 現在大家是很緊張在看嘛 然後就有人呢 特別是這個傑古宴 有人打了台北市的這個 食安中毒專線 沒人吃 怎麼回事 其實我覺得蔣萬安 他現在不要變成甩鍋王之後 又變成情勒王 就是今天其實昨天 應該講昨天 我們台北市的洪婉禎議員 其實他有打電話 親自來做測試 打去我們台北市 衛生局的食安專線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昨天早上 九點三十四分 他用他的私人的手機打進去 確實 包含市府現在公布的通年紀錄 都是無人接聽的 我要跟各位觀眾朋友說 這個食安專線一整天 其實他總共才幾通電話 扣掉洪婉禎議員那一通才五通 但是竟然有一通 就是完全的漏接 就是沒有接到電話 也沒有辦法回播 那他們的說法是說 因為你是用那個無顯示號碼 所以他沒辦法回播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行政效率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們在討論的是 這個食安專線 再來你看當時 3月24號的時候 1999其實就有通報死亡案例了 那不管是在1999的通報 或者是食安專線的通報 現在蔣萬安發新聞稿說 叫我們不要去苛責基層的同仁 說同仁盡忠職守一整天 你哪一句話苛責到基層同仁 對 他說一整天都待在電話旁邊 我想說那個待在電話旁邊 一整天那為什麼 一天只有五通電話六通電話 你還會漏接 當然我們不是要苛責 就是基層的同仁 我知道他們都很辛苦 最需要負責任的就是 政務官跟蔣萬安 你們如果夠積極的話 就不會讓基層的同仁 到現在變成被大家檢討 或者是大家在講這件事情 他們會承受那麼大的壓力 再來我要講一個 為什麼我們對這件事情 那麼的在意 其實在這個案子 在稽查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可能是可以被提醒到 或者是被避免的 第一個 柯文哲 他當時你看這個 S3這家店 柯文哲任內 2022年的時候 9月23號 雖然他去檢查是合格 但是從蔣萬安上任以來 這一年半多 他沒有去檢驗過任何一次 何況這個連鎖的店 他有這個饒河街 他有餐酒館 你看光是饒河街 他就被檢舉幾次了 你們衛生局明明去 機查就知道說 他雖然是連鎖店 但是他其他的店 都非常的髒亂 那你們不是應該要把它 列為優先機查的對象嗎 那為什麼S3這一個 一年半你們沒有去機查 然後再來你看到這個 饒河街的這一間夜市館 他2023年的7月 他當時被輔導改善 他等到2023年的10月 也隔了三個月才又去復查 結果到了2024年的3月 從10月到今年的3月 又隔了半年 那你中間去年的7月跟10月 你都知道他必須要輔導改善 你為什麼還隔了那麼久 你都不去機查 這個當然也是現在陸續 包含饒河店有案例出來 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你明明可以去做機查 沒錯 那你應該要做 但是你不做 那這個就是大家在討論 所謂的行政效率 就是用比較出來的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說 那過去在高雄 人家食物中毒打1999 當天就收到回覆 結果看到我們的台北市 是連議員打電話進去都沒有人接 雖然承辦人不知道是議員打電話 這只是打電話進去看 但是就是沒有人接電話嘛 這個就是比較出來的行政效率 所以我覺得蔣萬安 你不要說出事情了 那你把第一線的同仁推出來 又想要做勤勒 又想要做甩鍋 大家要看到的是首都市長的魄力 保齡食安風暴持續延燒 目前已累積四名被告 越南籍胡姓代班廚師 他道案強調有什麼食材就煮什麼 不少人替他叫驅 但畢竟他是主要料理者 釀成兩死恐難辭其咎 也讓他成為調查關鍵 檢警掌握保齡茶是一個關鍵賴群組 3月21號當天主廚曾反映食材不太夠了 立訪圈同意並親自叫貨 事後到貨由王姓店長負責點貨 而胡姓代班廚師則負責食材的分裝 保存和管理 3月12、16和23號 保齡茶室分別都有進果條、油麵以及雞蛋 哪批食材出問題 是檢警接下來的調查重點 再度約談百貨清潔廠商 保齡茶室外廠人員共8人到案 據了解當中一名員工 因為有短暫接觸到食材 雖然強調都遵照SOP作業 但未來仍有可能成為第五名被告 畢竟食安風暴奪取兩條性命 就算初步排除虛衣下毒 若真有過失恐怕也得面臨追究 但是發生狀況的人該如何索賠 前幾天有一個新聞是說 這個家屬不排除要告醫生 整個醫界是大砸鍋的 家屬趕快出來說 沒有沒有沒有這件事情這是誤傳 但家屬肯定要針對保齡茶室來求償 現在很大的問題是能不能夠拿到賠償 問題恐怕很大 應該是拿不到 拿不到 為什麼呢 大家看 這是法院台中跟台北兩個地方的支付命令 支付命令有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如果開本票支票 或者我欠錢 有寫這個欠條 然後我不還錢 通常來講 債權那一邊就可以跟法院申請個支付命很快 支付命令拿到什麼 拿到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就是說我欠你錢 就是說我欠你 我欠你欠你兩萬塊 兩萬塊 然後你又給我本票 對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去法院申請了 它就變成一個有效的證據了 是 問題是 我就算跟你借兩萬塊 我隔天就還你了 怎麼會需要到你去法院告我陳東豪呢 我們認識嘛 雙手一攤沒錢 不是沒錢 而且一定是躲 嗯 一定是沒錢的 沒要處理嘛 隨便抓 它有十幾件 隨便抓 這個 這張很好笑 上面叫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想要什麼 電話費嘛 蛤 他寧願換電話號碼 也不把錢付一付 對啊 就兩萬多 兩萬三啊 兩萬三啊 大概電話費嘛 然後這邊 是跟人家借了六十萬嘛 這個應該不要欠什麼錢 然後我還聽說 還有一家百貨公司 跟他也有一個十六萬的支付命令 嗯 比如說保齡啊 他不是只有在A13開過 他以前也去過其他地方 那你現在只要想一件事情 他都已經連中華電信都要欠了 那他要拿什麼 去賠償這些受害過世的這些人的家屬 好 可是有一件事情很怪 他的律師 有時候想要跟受害者說 因為這個保齡的老闆 李仿軒有出來嘛 嘟嘟嘟嘟嘟嘛 前面 前面那個是他的律師嘛 這個律師 台中有名的律師 為什麼 就2019 這個就李仿軒 李仿軒的律師 劉尚銘 2019年台中有一個社會新聞 有一台藍色的Lamborghini 闖禍 撞死兩個人 當時啊 那個是富少 因為比較Lamborghini 然後呢 二死三受傷的樣子 然後他打官司啦 過世致死 還是故意 這個罪責差很多 家屬找了劉尚銘律師 打到後面那個富少 大概是一兩年 用過世致死 好 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 他有錢請律師 那個律師非是誰付的 這個樣子很怪 你注意 從台面上 表面上來看 李仿軒 保齡的這個老闆 應該是沒有錢了 所以才會包括有另外一家百貨公司 跟他打16萬的那個致富命令 但是他找的律師 因為李仿軒也是從台中開始 他在台中有開了很多公司 其實他欠錢的 都跟台中有點關係 他可以找台中這個 王牌律師 大牌律師 那誰要幫他付這個律師費 他自己付嗎 或者還有一種可能 因為他開了那麼多分店對不對 還是有好幾家有在營運 錢是不是就藏起來 否則這個律師 劉尚明怎麼敢接這個案子 律師不是慈善事業 他接你這個案子 他出庭他就要開始報稅的 那誰要幫他付這套錢 所以現在受害怎麼辦 怎麼保全他們的權益 他會不會已經在脫產了 這個是檢察官這邊要盯的 然後還有一個 因為保齡看起來 如果有藏錢 或者有人替他復律師費的時候 你很難抓他 他的上一層是誰 跟他簽約到A13是誰 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也可以追 因為他有監督的責任 他有連帶的民視責任 因為你知道兩個人死亡 還有那麼多人住院 我認為保齡一定不會賠 他也不想賠 他怎麼賠 他連中華動性的錢 兩萬三都讓你打官司 那麼保齡當然要追 還有上面這層的要追 只有這樣子才有辦法 所以我們要呼籲檢察官動作快 對 然後你不能只靠檢察官 追這個第二層的這個公司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也可以做 不是只有檢察官的事情 拜託蔣萬安蔣市長 你不要什麼事情都是別人的 凱開的事情是衛福部的 然後實安的事情也是衛福部的 台北市市長不是衛福部部長 拜託一下 昨天有點開玩笑說 這個蔣萬安怎麼是講不安 不太平安 發生哪些事情 虐童事件 開開的到保齡案 甚至這個台治官案 到底該怎麼處理 這個前市長一直跟你嗆聲 說你解除合約給我看 我看你有沒有辦法解除合約 但是這個 這個是真的是天露 烏露偏逢連夜雨 昨天在士林工地地基他縣 又慘奪一條人命 敏奉你的觀察 我覺得這個蔣萬安很奇怪 就是說他明明有這個 市政府的這個資源 可是他做事情慢半拍之外 他連跟柯文哲吵架都吵不贏 好奇怪 然後調資料也 我覺得全台灣沒幾個人 吵得跟柯文哲吧 沒有 他把他降價五百塊 他是有想辦法本 蔣萬安 民進黨就吵得平手 至少 你覺得民進黨跟柯文哲 吵架是平手是不是 至少是平手 有來有往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這個 還有你那個什麼 這個什麼事情都 都很都需要保母的感覺 好就是說你剛才提的那件事情 是史上現在還是沒有解謎的 這個事情就是 為什麼會請一個保母 叫黃呂錦爐去顧他的那個場 其實他 我看到那個新聞真的嚇一跳 對 你們兩個黨部主委作證在那邊 像話嗎 他那個不像話 他不像話就很好笑啊 因為你第一天 你第一天就說 他就是愛媽保心切 黃呂錦爐是媽媽 他要保護他這個寶貝的市長 你知道嗎 第一次我們要深究 這個保母到底是誰請來的 是這個蔣萬安自己請來的 還是自己熱心來的 然後有人跟我講說 可是書記長是台志光請來的 所以要保命物價什麼東西的 但是總之這件事情就很好笑 所以蔣萬安從此就是 罵不贏柯文哲 然後請保母 然後事情慢敗拍 而且保母還有等級的喔 柯文哲的媽保是真的媽 講完的媽保是乾媽 來保護他 對 你就講得太對了對不對 所以說你這個 好好的一個政治明星 怎麼會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你說孽兒案 我就不曉得你在保護什麼 其實他後來有公佈 他的提出來的方案 我覺得那還不錯 譬如說你有這個兒童的保護 7加1的方案 什麼強化保母的訓練啊 然後改善這個所謂出養的程序跟手續啊 你如果那場這個所謂臨時會有聽 有這個開程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扳回一程 可是我就不曉得 為什麼你的保母要阻止你去開那個會 然後讓你一事無成 這就好像為什麼習近平不讓李強開那個記者會 李強該開的會 為什麼你習近平不給他開 現在變成蔣萬安是李強的處境 因為總理出太多事了 所以只好這樣子做嗎 那不是 再來就是說 你這個保黎的事情 你也是玩新北市半拍 一拍 因為一天嘛 那這個侯友宜是剛選完 怕被罷免 所以他非常謹慎 事情不是在他的上面 不是在他的點上出事的 可是這個病人是三重已經轉到馬街了 警覺性夠 馬街死了 他都馬上通報了 他還比蔣萬安早一步 是 然後那個人最好笑 本來是可能他就覺得 兒福聯盟的事情責任最大 可是蔣萬安這時候就突然跳出來說 別人勸我公卿不要做事主 好啦 那大家就說你是公卿嗎 你是公卿嗎 你必須做事主嘛 然後再來就是許淑華對你這個公安事件 因為上次這個所謂的這個大 那個他了嘛 那個也是史上整棟地下整個下沉 那大家就很奇怪 你上了九個月以來 這台北市九個月來 已經發生了所謂八起重大的公安事件 平均一個半月就發生一次 那許淑華就會問你說 你到底整個工地安全的這個因應狀態 你台北市政府到底是怎麼做的 這個就是很好笑嘛 然後這個所謂整個這個保齡的你的衛生局 也是超好笑的好不好 就是說你開記者會 下午開記者會說 這個保齡的馬來西亞的那間要分店 沒有竟然無視於市政府的威嚴跟命令 繼續營業 結果晚上隔幾個小時就說 沒有對不起我錯了 他已經停業了 我告訴你這個在中央部會 如果你部長或是我們講總統好了 這種開記者會 那你的幕僚作業做到這種地步 好明明他已經停業了 停業很簡單吧 你去看一下就好了吧 那你這個市長竟然當眾宣布說 他還在營業我要處罰他 結果隔天又 沒有隔天 隔兩個小時就晚上就說 我對不起我搞錯了 他根本就停業了 我告訴你你這種螺絲啊 難怪人家會說你掉滿地 而且他保母請了不少 最重要的是他的發言人都很奇怪 發言人長的這個俊秀 男帥美女 這個結果他都沒有辦法 面對現場開記者會 你說他找的發言人也不大 你幫忙講話 他發言人有個女的叫郭英南 你有看過他出來開記者會嗎 他都用視訊 他要用錄影片 我請問他這種發言人要幹嘛 他是要學小草的姐姐 靜音學姐嗎 靜音學姐還可以直接面對美女 對啊 你又不覺得很好笑嗎 怎麼會有發言人 不然出來面對記者的 所以真是 我看那個聯絲也 我們市議員聽不下去了 要補充 講萬安的發言人不是拿來開記者會 他們的發言人包含過去像英偉 現在接下來要接青年局長 他們最重要的工作是拿來嗆議員的 只要我們議員提出質詢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發稿 然後呢發影片 然後就是罵 就是包含我們今天在講說 洪婉禎議員的案子也是一樣 只要議員有提出質詢提出 而且我們都是有所本喔 還拿出證明喔 市府都會第一時間發言人都會跳出來說 是戰鬥團隊 沒有他還說 也是發稿跟發影片嗆他們而已喔 也沒有自己出來開記者會 那他們到底是誰來訴諸市民 跟市民溝通 那就局處首長啊 像那個陳建元不是一天到晚出來 然後又開錯記者會還是繼續講啊 所以我覺得你設發言人到幹嘛 我如果不講今天發言人是誰 有誰知道台北市的發言人是誰嗎 根據超級無敵資深記者陳敏鳳的評分 阿扁市長89分 馬英九市長70分 勉強加5分70分 蔣灣市長50分 鍾小平 柯文哲30啊 柯文哲更低喔 這麼高 綜藝員 柯文哲圖骨 你有什麼幫你的50分市長辯護 王子落難日啊 此時此刻的蔣灣是落難的鳳凰比雞慘 這個時候 很慘啊 可是現在改的話就扳回來 那現在變成國民黨的困境 2026沒有選得壞就沒有2028 這個基本的常識 那我們本來心心念念想說 哎呀黃國昌一直在搗亂啊 那新北選賊會贏喔 新北市用輸的心情在看這個 2026的新北 現在此時此刻 可是現在台北市本來最安穩的都是失守 本來我們是 失守了喔 不是現在我就整個 我講喔 50分 選舉的節奏感 我覺得陳敏鳳打太高 選舉的節奏感 他現在大家都談的發言 你現在怎麼樣快速回應民意 第二個 那回應民意講的不是關敲關掉 而是能夠把所有事件的語言 轉成大船的語言跟人民的語言 沒有人能力做到這一點 這個如果不解決還會有後面 好這第二點 第三點 你明明喔 台志光 這個109年的時候 他是訂了2200塊 三妹 200萬花束 我說柯市府 那你講市府 然後在去年5月的時候 在送預算出來之前 是不是已經從2200 降到1761 你就降了500 你為什麼不會去講啊 不是 傻嗎 夏平 他最後送出來的也不是1761 不是 他警察局只少100 你不講 不不不 你都會亂拗 我以為你講的是真的 不不不不 他曾經要1761 幸好東豪在 但是沒有那個有去1761 他曾經要1761 可是他沒有堅持住 第一個送進來是不是4.6億 1761 4.6億 然後是不是被議員加價 恢復到復辟 撫移復辟 回到2200 有沒有 那是不是5.5億 那結果大家攻防 其實他忍得頭皮 就變成5.2億 就變成2100塊 是不是有這三個嘛 你容我講清楚 大家一聽就懂了嘛 最後不是2100塊 最後結論是2100塊 5.2億 是吧 他投降了嘛 是 我同意 他投降了嘛 今天 他明明知道有鬼 還是投降 因為明明知道有鬼 我就用一種 還是跟鬼投降 用摩鬼交易了嘛 明明是不是應該1761 對 硬加了2200是錯的嘛 預算 議員不能加預算 而且你屈服於官商 議員跟台資光的官商勾結嘛 那最後霍西寧 變成2100 5.2億嘛 對不對 三個數字我講得夠清楚了吧 我忍不住 政治明星霍西寧 這個標誌把它下起來 忍不住 給我一分鐘 蔣萬安盧 如果堅持那個時候 他的資訊局局長 蔡世龍 蔡世龍 蔡世龍告訴他就是1761 趙世龍 趙世龍 這個局長 我就守住 我跟你講 議員趕到就移送法辦 你這樣弄就成功了嘛 因為被壓力嘛 你知道如果當時 擋不住壓力 如果當時1761 他堅持住 他今天會怎麼可以吐 你可以怎麼吐那個柯文哲 柯文哲也是跟魔鬼低頭耶 柯文哲不要以為跟他都沒事耶 1761 可是問題是你沒有 你沒有扛住嘛 你還低頭嘛 所以我才說你跟魔鬼交易了嘛 我實體描述他碰到的困難啊 那個時候 王世堅是一直在互衛這個預算嘛 王世堅 然後李慶元 你這樣講不精準啊 王世堅要砍預算 要砍500萬而已 合理的預算 要砍500萬 對要砍500萬 500萬而已喔 我們當時要拿椅子 砸王世堅是不是叫李慶元 好 那當時 李慶元在 站在台之光這一邊 要把他守住 然後不拉開 不拉開 黃珊珊在場 對 我跟你講好 然後我們派出去的代表 叫做秦慧朱書記長 然後今天呢 他拿椅子要做事要砸王世堅 王世堅說那個沒出息的 打架帶什麼武器拿椅子 男子撼到外面頂五支啦 王世堅搶 我如果說撼頭應該是李慶元 比王世堅更好吧 王世堅大哥有叫小 有叫小 王世堅 王世堅是身體差殺氣搶好不好 我們是真男人 真男人 聽說王世堅那個時候 激動到頭髮都站起來了 對 梳起來了 好 那本來是不是要打起來了 然後要 要頂五支 要頂五支 然後秦慧朱跳出來說 等一下 王世堅要幫市民審500萬喔 這個要再講一遍 然後 然後李慶元不讓他刪嘛 對不對 不拉開 好 那兩個就 然後就一間馬路上要幹起來 然後秦慧朱跳出來 兩個男人通通閉嘴 通通給我滾出去 要打架到外面打 這樣 像一下兩個就沒打起來 就平息 那不是重點啦 你們打去住院我們也不管啦 五百萬有沒有砍下來 五百萬砍了沒 霍基尼又沒砍了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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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砍 秦慧朱算不算助攻李慶元 不是 五百萬把他守下來 秦慧朱要求繼續協商 繼續開會 這是對的 他是代表政黨的書記長 那再拉回來 那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他現在重大了 他的一生的成敗 就看這一億 當初有人是怎麼樣 我是被黨工通知 那其他 就是說叫我們不要開會有沒有 不要簽名 你被黨工通知啊 哇賽 我是比較特殊 因為我們的副書記長是陳崇 我們被收押怎麼做 你一定要在國民黨身上抓到大了 那就是 那副書記長為什麼通知 他們就黨工通知我 那通知 那中佩軍是不爽 你現在是已經講到了 黃呂錦如幫媽寶作證的這一億了 是不是 我講說我們不去到現場的來龍去脈 大家關心嘛 當初我們就提出說 要去簽到 為什麼 因為那是三月底的事嘛 四月八號是不是正式的大會 那你認為那時候 沒開成四月八號 然後記者就淡了嗎 就會追得更兇嘛 所以他們對於這種媒體的判斷力很弱嘛 就媽寶嘛 哪那麼多話 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世啊 就是媽寶嘛 總是要面對 那我再繼續講 那我本黨的 我不要點名誰 那在黨團會議搞了兩次 在政黨期間也搞了一兩次 然後給了蔣灣無比的壓力 我覺得他們對蔣灣的傷害兇狠 是超過民進黨十倍百倍 國民黨的嗎 你們同黨的 是 你們同黨的 不是 有沒有黨紀 吳妮 你這樣子搞市長 市長願意從兩千兩百塊 降到一七六一 那你們還把他加回兩千兩百 有沒有黨紀 我跟你講啦 你要做大位的人 什麼樣的壓力沒有 我同意 藍的 綠的 黑的 白的 怎麼沒有 你能不能頂得住 這意義要真正的覺悟 要長大人 要學習勇敢跟勇氣 你已經被盪掉了 他已經做完了 他被盪掉了 他已經投降了 你遇到台智光要投降 那你遇到習建平 接下來4月8號 你要硬起來 退遲一步 既無死所 這是蔣灣的 政治上最大的風暴 我們會幫助他 他自己要撐得過去 你說台智光這件事 是 你們幫他還是媽保 台智光是一件事 更嚴重的是同黨弄你 你沒有辦法壓制同黨 你身為台北市長 你聲望這麼高 我們都願意幫你 他聲望很高嗎 他台北市長到 至少是明日之星 漢子換成王子 對不對 他是王子 兔子燕子王子 兔子燕子王子 這個事情 你們現在有沒有懷念侯友宜 侯友宜 侯友宜 碰到這種事情的話 像藍郡氏 他能處理 下回書也知道 可是下回書太嫩了 講完 是不是這樣說 學姐黃靖穎 您詳細介紹議事規則 週末假期 民眾黨後召小草三百多人 體驗一日市議員 議會入口處 還被貼上大大的草 台智光案 小草也超關注 但不只民眾黨議員 當起導覽員 柯文哲也跟小草面對面 大談2026布局 民眾黨也同時公佈海選計畫 除了要招募黨部各級幹部 更喊出兩點一線 又支持者幫忙 當起行動據點 從住家到公司 點到點擴大服務量能 強化基層組織 難不成也是要具體落實 柯文哲日前喊出的 N加1計畫 在2026大舉提名 議員里長 不只全面強化組織弱項 過去擅長的空戰 也持續進攻 因為民眾黨 將推新節目 由柯文哲親自主持 節目名稱 更採用網路票選方式 目前柯P就喜災 遙遙領先 除了備戰2026 目標更是放眼2028 再佔總統大位 小草們請注意了 現在大家叫你們 叫搖錢草 人家中的是搖錢樹 柯文哲中的叫做搖錢草 這一波搖什麼錢呢 來了 7點半成會開起來 這個襯衫 叫做成會套組 有這個襯衫 有15個綠掛式咖啡 賣你1190塊錢 現在已經完售的是什麼 完售的是一件衣服 完售了 叫做春夏亮眼新色 經典刺繡老帽奶茶色 590塊 我發現到了 小草們大概500左右東西 賣得最好 這一波又一波 小草是不是被搖來搖去 始終不會走 瑞德 沒錯 我個人非常感慨的是什麼呢 我個人非常感慨的是 明明這個民眾黨的黨主席 擁有上億的相關的身家 為什麼說上億啊 像台安庫房子兩間 其中一間是用這個分年逐年 這個贈語的方式給他兒子嘛 那逐年贈語合不合好 合法但是房子 還是用這種方式 逐年贈語了以後給他兒子 好像是錢吧 再把他回買嘛 講話拍天啊 就是用合法的方式 把房子這個讓渡給你的兒子嘛 你有這樣的一個身家 還偷偷瞞著大家 藏了一個所謂的新竹的這個土地 他太太講說是開心農場那塊土地啊 藏在那個地方 要不是因為被揪出來了 那麼請問一下他偷偷藏這個地方 那麼租給這個遊覽車公司 從頭到尾都不承認 從頭到尾都不公開嘛 這叫什麼公開透明跟清廉啊 擁有上億身家 然後呢一億五千萬的國民黨 那個民眾黨的那個登場補助款 一億一千萬的總統補助款 兩億六千萬已經入袋了喔 內政部匯進去了 好孩子啊 結果竟然在總統投票前一兩天 還要跟小草要那兩百五百的 然後呢現在呢 那麼還要用這個等於說 用相關的這個賣T恤賣什麼的 周邊的這個小物呢 來幫民眾黨的不斷的募款就對了 當然啦小草你們願意給他我沒有什麼意見了 為什麼台灣每天有很多詐騙集團在騙人啊 對不對 所以呢事實上呢 你自己本身在不斷的割草 在面民媒體問你的時候 他竟然回答說 因為他不像另外兩大黨都有傳統媒體的優勢啊 所以呢如果有人能夠那麼穿著他們民眾黨 或是KP還有他們最新的那個什麼 一大早七點半 他和柯文哲還希望大家都七點半 年輕人七點半都來上工 都來這個上班就對了 所以呢那麼這是柯文哲自己的講法嘛 另外我也不能接受的是 剛剛講的是黨主席 現在我講的是立法院的這個黨團總召啊 黃國昌啊 突然間講說怎麼辦 月底前如果我會弄不到120萬的這個額度的話呢 我的募款額度的話呢 我可能連黨籍都沒有了 立委都沒有了 我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花起募款最後達標 賣慘 120萬達標啊 結果 根據市場嘛對不對 去找他的這個生工啊 他產產申報嘛 房地產不動產 因為是包括他太太的 然後呢緊接二來 現金有四百萬 南澳的珠寶有三百多萬啊 怎麼會抽不出一百二十萬 講我難聽的 你們中人多好 那個八筆房子 十五筆土地 你們也沒講 這一點 這一點我要必須替他講 為什麼 他說土地 他說是一小塊一小塊一小塊的啦 他老婆當然有了名下的房子 在板橋這樣子催啦 那他自己還有山上那一大塊不是嗎 然後到現在他有跟全國道歉一下嗎 他在侵占這個國有地 他家蓋違建等等啊 他還有違法弄這個所謂的停車場 不管是你做的還是你爸媽 這個等於說這個不小心出發 不管 請問一下你有沒有針對這些事情 違法的事情 剛剛向全國的民眾道個鍵低個頭 沒有嘛 你的正義道德在哪裡去了嘛 好 人家現在對不對 聲勢嚇滑 聲勢嚇滑怎麼辦 那麼因為呢 黃國昌的網路流量都遠遠的高過他們的黨主席 柯恩哲這輩子最不能接受就是這樣子 他的網路流量輸人家 之前輸了韓國瑜 結果沒想到四年後 韓國瑜人家現在東山再起變成立法院院長 韓國瑜只要正常一點就嚇死人了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知道吧 韓國瑜就是柯文哲的克星嘛 聽說現在 那麼他們要 柯文哲要開一個網路直播的節目嘛 那名字喔 名字說請大家由你決定嘛 聽說現在名字叫 大家票選最多的叫 柯P很實在 我跟你說 柯P如果很實在 我王水甲 對不對 我跟你說我王瑞德對不對 就是中後老是沉默寡言 我說坦白勒 柯P是搞樂團的喇叭嘴怎麼老是 無說八道 那變色龍就從地球消枝了 你知道嗎 很簡單嘛 但是他靠這他幹什麼 他要從這些小草身上 不斷的咯咯咯咯 人家現在只有15個縣市議員喔 我跟你講啦 2020年剛剛鍾小平不小心講了很多實話 對不對 國民黨只會節節敗退 國民黨現在的這種 這種已經到了巔峰了 他的縣市的縣市首長 他的縣市議員跟立法院 已經到了巔峰了 國民黨只會在2026他只會少 但民眾黨只會加 六都市長重用人才啦 不過民眾黨會加的部分 就是從國民黨這邊分割過來的 我講坦白就是這樣的啦 所以啊 那 那鍾小平都已經講到新北 對不對齁 我跟你說坦白 黃國昌必選 黃國昌看現在國民黨 落水成這樣對不對 連王子 連明日之星的王子 就變成小王子了 你想想看 對不對 所以黃國昌一定在新北市 一直把你拉下去嘛 黃國昌立法院放大小聲 然後呢 開個三黨協商有沒有 噼里啪啦啦嘛 可是到新北來面對好友誼 面對什麼 輕聲細聲這樣對不對齁 所以他的重點 所以黃國昌現在也打算要走 掌握藍軍白軍的票源 你看他對 藍軍示好 他想吃藍軍的票 你看他都要做聚保 想佔第二名 第一名是民進黨 林佑昌或誰啦 不管 他想佔第二名 黃國昌的鬼主義 你就知道了 對啊 他就是要對 你們國民黨爭氣一點吧 是要努力啦 你看一下這個 老婆拜託一下 你看一下這本書 內容跟書無關齁 什麼 我是黃 也是白 還有一點藍 黃國昌的書 不是 這是一本書的名字 日本的一本書 這麼巧 你看這個標題 是不是詮釋的剛剛好 他不只是 對啊我還以為我黃國昌出的書呢 他不只是全是黃國昌 黃國昌還要找日本人幫忙 全是台灣民眾黨也很好用 周小平皮皮皮抓 2026還沒登場就皮皮抓了 你看那個侯友誼去跟黃國昌兩個 給他量TT 對啊 侯友誼要找個接班人 哪裡是你們洪孟凱 拜託 好現在來了 趙少康還沒有走出 敗選的陰霾 他說 柯文哲根本是個病人 從來沒有民調第二過 他說我們侯友誼 其實本來有一段時間民調第一了 那不是發現以下諸多事情 包括馬英九什麼的巴拉巴拉的 什麼兩岸要聽習近平的 侯友誼是有機會當選的 真的還假的 真的 你容我30秒講清楚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給我30秒 好 侯友誼有一度 那個每天做滾動是贏0.3過 侯友誼贏0.3 然後出了三件事 他在15天之內 15天之內掉了10% 第一件事 那個叫做射衛星有沒有 然後民進黨說是飛彈 掉4%滾動 第二 相信習近平掉2% 然後那個凱旋苑沒弄好 又掉4% 下起來不是10% 這個都沒掉是會贏的 加上最後最慘 他們就搞了十幾萬年輕人 就真的是倒了 你知道 所以最重要要負責的就是 馬英九跟侯友誼自己本身 三個事件聽起來不是 都是國民黨自己本身嗎 不過我覺得他心裡面會覺得說 其實侯友誼他民調明明贏你 但是他一直忍入被你羞辱 每次開會你就說 給你選你也選不贏啊 是啊 對 侯友誼我真的扁倒 真的很想起 柯文哲從來沒有瞧不起侯友誼過 柯文哲是打心裡面瞧不起侯友誼 所以 可是柯文哲在什麼時候不敢得罪侯友誼 2022年的時候柯文哲不敢得罪侯友誼 那個時候的 那個時候的侯友誼超過柯文哲 對 那麼強的時候 等到7 2023年的7月8月一交叉下去之後 你看那個侯友誼的執政滿意度高 一直到恩恩案才有一點破口 不然之前根本滴水不漏 以前是無敵好不好 以前多恩愛以前是無敵 政治人物的上上下下 可是為什麼趙剛趙剛要念字 我跟你講 柯文哲真的相信自己是第二人 他甚至認為他自己是第一人 他真的自我催眠到這種程度 因為選前沒忍到說他會贏啊 不是 他是真的相信他才會寫嘛 因為快要投票了嘛 然後呢 他先到寫信的人 他這個老戰友怎麼辦 之後恭喜你 祝福你 你能怎麼辦 他已經整個陷入到那種狀況 好 可是他為什麼會陷入這種狀況 本來就瞧不清你國民黨 柯文哲是從頭到尾都認為 國民黨投他比較容易 投你侯友宜比較難 這就是柯文哲 那柯文哲這個個性會不會改 絕對不會改 你就像這個 我們剛才講前面那麼多事情 臺志光的事情 柯文哲跟他沒有關係嗎 所有的匯率都他在內的啊 現在講的都是那個講完的事情 柯文哲唯一 講完唯一犯了一個錯誤 就你想要改結果鬧出陳從文 你有了陳從文之後 柯文哲就拿陳從文吃死你 沒錯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陳從文跟柯文哲多好 丁手中連陳從文的台都上不去 陳從文沒有 陳從文幫台只光是這一次而已 柯文哲你不要常常在那邊笑講話 臺志光都已經把手伸到立法院去了 哪個立委 主動幫臺志光約四個市議員吃飯 對不對 柯文哲你自己要回頭看看你自己後面是什麼 柯文哲可以看不清楚 但是小草要去判斷 要去判斷阿伯公文跟做的是不是真的同一回事 立法院現在呢 明天又大戰了 立法院最近真的是立法委蠻疲勞的 民進黨是天天動人 明天有哪兩件大事 明鳳 明天就是這個電費還有這個所謂的 那個國民黨那個偉大的五案 我記得有一次傅崑琦私下跟媒體聚會的時候 他講三部 不選黨主席不選新北市長 然後最後一部不曉得不幹嘛忘記了 不選院長嗎 不選院長 對不選院長 不選韓國 不選黨主席不選院長 不選新北市長 那前兩個最敏感 所以他要副院長 結論就是這樣 然後呢 他的法案一定要通過 我們那時候歐美林的時候 真是瘋瘋火火 然後結果呢 就說你還要通過這五案嗎 全部在場的人都非常的驚訝 然後他大肆地宣傳 歐美林是德國的什麼博士 剛開議 就招委會剛開的時候 吳宗憲竟然把他這個案子啊 撤回去了 大家以為韓國瑜有出來喬事情 有出來把這個亂七八糟 一堆違憲的案子喬掉 所以呢 暫時有平息 沒想到明天要重出江湖 這五大案最最爭議的就是 如果你是第一案 立法院政府院長記名投票 這沒有什麼爭議 我想這個大案都過 最爭議就是人事同意權 立法院有人事同意權嗎 有行政院認證人事同意權嗎 人事同意權是你們 郭曉琳提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國情報告 從每年的3月1號開始 急問急答 然後再來就是國會調查權跟聽證權 然後再來是行政首長 藐視國會判三年 我們先說 你如果要急問急答沒關係 你不是說國民黨的總統算出來 國民黨的行政院哪算出來 你就要改呢 沒有 他主要是 主要是國民黨他可能沒有總統 因為蠻久常常去大陸的原因 所以中國國民黨要跟這個主流社會 選一個這個總統出來 可能有點困難 所以他們故意用這個 這個每個案通通是違憲 除了第一案 可以用這個立法院的這個職權行事法 去解決之外 其他通通是違憲 違憲的案子竟然通通要提出來 然後搞得民黨開始要動員 然後連那個朝野協商 每次都是黃國昌在表演 然後提供一個 我覺得這個東西有平常的嫌疑 因為上禮拜的這個黃國昌 這樣子拍一個桌子之後 罵柯建民說你為什麼要插我話 結果現在這個這個傅崑奇呢 大概就不服輸 他現在就要換他上場了 所以呢 嗆柯建民就對了 對 曾經兩個禮拜之後 國民黨這些有的沒有 所有違憲的法案 通通明天要出籠了 中華民國憲法 不是國民黨的護國神山嗎 不是你們的最愛嗎 為什麼現在要一直破壞憲法呢 中小平去回答 應該這樣講 其實整個還是要有節奏 我跟你講國民黨最厲害的時候 那時候政治會執行長叫做曾永泉 然後區域立委揭秘書長叫做吳敦義 總統叫馬英九 那個時候一條邊 那個時候我還記得 馬英九堅持不讓他選南投區域 我說吳敦義 你去當部分區 可是吳敦義說 我一定要在有區域 我才能管得住這些立委 這是好的 而且每天早上開成會 幹嘛 吳敦義主持開成會 所有十幾個政論節目 誰上誰上誰上 通通分配好 資料 智庫把你資料準備好 文傳會準備好 那時候節奏感好 可是最糟的是 洪秀柱當主席的時候 政政會執行長是誰 他的好朋友蔡振元 他沒有公職 在裡面就被幹掉 蔡振元你就走了 所以現在我們到底 我們這些 文綺當總召 韓國瑜當院長 然後這個主席 怎麼樣建構馬英九 實在那個時候 跟吳敦一樣的一條邊 那有節奏 然後核無法令 核無憲法 這樣做 我覺得要整理一下 這是蠻重要的事情 我們歡迎這段新交換來賓 選人介紹室 財政專家邱敏寬 歸明好 大家好 前民眾黨專務委員張一善 歸明好 大家好 介紹的是獨理醫學專家 趙明威 歸明好 大家好 還有戰略專家林廷輝 歸明好 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馬英九 這次是被邀請的 那麼邀請到中國 見習近平 我不知道馬英九前總統 有沒有想好了 人家找你到底是為什麼 上次的規格不太高 這次拉高規格 目的是什麼 國共之間交談 你要搞清楚狀況嘛 那麼黃創下講了 馬英九就是犯了一個 歷史地位成癮症候群 柯文哲說 對等尊嚴的原則下不反對 但是我們要仿宗 人家找你你就不一定了 還有這麼多 那麼陳建仁呢 一下子就掉出 一下就掉出這個 賣工了 他說希望馬英九 可以這個主張 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好啦 真心話就出來了 蕭旭成 他說你這違反憲法 台灣不是國家 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麼一講之後 真的是全台灣炸鍋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觀點 中國不太關注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蜘蛛人呢 打了很多 如果只打馬英九 跳不出什麼新聞 要打馬英九 再次訪問大陸 才出現這幾個新聞 那麼網友的反應是什麼呢 沒有任何意見啦 沒有意義啦 就不管他 事實上這次呢 這次已經比他馬英九 第一次訪問中國的時候呢 那麼他的反應要好得多了 為什麼呢 因為去年他訪問的時候 那個消息一傳出來 中國的網友啊 這些小粉紅啊 在他們的這個微博啦 很多地方都是負面 而且直接罵 你知道嗎 直接罵 甚至於連漢奸兩個字都罵出來 什麼亂七八糟的罵一大堆等等啊 那麼他們為什麼這樣罵呢 因為他們懷疑說 為什麼你之前都不講 為什麼你之前不承認說自己就是中國人 為什麼你現在之前有個什麼新台灣人還記得嗎 那時候李登輝拉他的手說 馬英九這是新台灣人等等啊 現在為什麼突然間又說你就是中國人等等 所以第一次中國人也不領情 第一次是不領情的 然後把他痛罵了一頓的 然後呢 後來還用那個麵包車 我覺得被人家降低規格 好歹你當過台灣八年的總統啊 你第一次去台灣第一位 這個卸任的總統 連戰因為他是卸任的副總統而已 那麼馬英九是卸任的總統 外加這個黨主席 國民黨黨主席嘛 所以呢你去了以後 照理來講他們應該是要大高規格嘛 沒有啊 麵包車各位 就小型的麵包車鄉型車 用這種方向對不對 跟你走開就對了 馬英九還是甘之如宜嘛 可是問題是這一次不一樣 這一次跟去年完全不一樣 這一次是習近平來邀請 那你知道為什麼這個 當行政院長這個陳建仁呢 呼籲馬英九應該在騎兵民面前 主張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為什麼馬辦的消息人 馬上跳出來不不跳 為什麼 說出真心話 因為這樣子就不用說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了 你知道嗎 就不用了 就解他了說這是台獨 這是台獨 馬英九不是台灣那個等於說 台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馬英九不是台灣選出來的總統 他是中華民國 馬上就解套解套解套 他就痛罵 大家只記得消息人 一直在痛罵這個等於說 陳建仁民進黨 一直在痛罵台獨 就忘了去追打說 那你到底要不要在習近平面前說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可以不要說台灣 那你能不能講啊 因為馬英九說 他是中華民國總統 那中華民國憲法選出來的總統 那你要不要在習近平的面前講 而且我告訴你 這次不要在小房間講 這次要在全國 包括這個等於說 全中國台灣媒體 世界各國的那個 直播的過程當中 不要扳起門來講 直接講 在習近平面前講 你覺得中國能夠接受滑毒嗎 這叫滑毒欸 我告訴你 現在的習近平 你是要讓馬英九去秦城監獄嗎 只有一個中國 你知道嗎 只有一個中國 馬英九不要再騙人了 校區秦不要再騙人了 你們的九二共識的一個中國的原則 你們兩個講的是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跟台灣地區 你少來了 為什麼 因為呢 那麼在習近平跟所有的 那麼跟中共有關係 這一百多個國家的邦交國裡面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事實啊 我告訴你 這是事實啊 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問題是 習近平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各自表述了 好 我問大家 那為什麼 習近平這次要邀請馬英九去 因為現在習近平需要馬英九啊 習近平為什麼需要馬英九 因為他內憂又加上外患 所以他需要馬英九來參加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但是馬英九 我覺得這很好笑就是 藍營的 或者是 以前是民進黨的部分區立委 現在已經不是民進黨的 然後專門在罵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還在這邊講什麼呢 說馬英九是代表 百分之六十的那個台灣民 你在把布 你親才公共的 他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清德只有得到四十 百分之四十的選票啊 你問柯文哲同不同意 問題來了 你要說他百分之六十 你先問柯文哲 我請問大家嘛 你以為沒有投給民進黨 所以你們就是那百分之六十啊 你在親才公共的 為什麼 請問我們國家的投票率 是兩千三百五十萬嗎 是百分之百都去投票 總統票嗎 不是嘛 我們的投票率才多少而已嘛 所以你也沒人這樣去比 因為你投票你這40% 所以我們60%是我們的 你親才公共的 如果這樣你就當選了嘛 答案問題是 馬英九會帶來一個錯誤的一個訊息 就是因為在美國 還世界各國的智庫 他們會研判 研判馬英九是國民黨啊 對不對 國民黨現在是立法院第一大黨啊 所以呢 是不是國民黨的態度也是這樣 跟習近平站在一起 一個中國 習近平的一個中國下面 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下面的 這個所謂的一國兩制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呢 事實上為什麼 創下 黃創下呢 好朋友黃創下為什麼說 馬英九有一個歷史定位成癮症候群 就是這樣嘛 我跟你講本來好可惜啊 本來 江啟成啊 當國民黨主席的時候 一度想把九二公司這個生主牌 丟到後面去 就沒想到馬英九 碰的壓力就來了以後 他就屈服了 非常可惜 然後呢 警戒而來 那麼他會趁這個機會 我告訴你 現在還在欣欣做胎說 不一定會見到這個習近平嘛 鬼都知道習近平一定會跟你見面 因為習近平要利用馬英九 那麼行碩說 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的領導人來跟我臣服 所以呢 這次我們別的要求沒有 只希望馬英九從廣東進去了以後 又到陝西又到北京的以後呢 在北京見到習近平的時候 在世界各國的媒體前面直接說 你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請習近平把一千多枚的飛彈撤離 還有不要再天天越過海峽中線 用你的軍艦 用你的飛機 用你的飛彈 來恫嚇台灣人民 馬英九你敢嗎 好其實呢 這個黃創蝦說的 他有歷史定位成癮的症候群啊 馬英九以及他的幕僚 一定也會去想 為什麼突然這個節骨眼 習近平邀訪他去北京 上一回他主動要去 他進不了北京這個大門 為什麼這次習近平要邀請他 他一定會想 習近平要的是什麼 他能不能給 他給了這個東西 是為台灣好 還是為他自己好 習近平這個時候為什麼要要他 停輝 這個習近平做事情 其實一開始的話 他會先定調說我到底要不要做這件動作 就是所謂馬習再會 這些事情 那如果要馬習再會的話 他會再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要求馬英九先表態 所以你看馬英九在選前做哪兩次表態 第一次就是藍白河 藍白河的時候 其實大家看不看好藍白河 但是馬英九為什麼那麼史上力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他接受德國之聲的訪問的時候說 要相信習近平 所以這兩個通關密語已經達成了 所以在選後來講的話 他習近平絕對要找馬英九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關切這一次 應該就是在4月8號 但是為什麼習近平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要回顧到3月初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拜登在美國的國會 進行國情之吻的時候 首次由美國總統親口說出了 台海和平跟穩定 這是第一次提到 然後全世界都在介入這個台海事務的時候 習近平他現在第一個內政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說 中國經濟狀況不是那麼好 然後他內部來講的話 這個鬥爭 人事鬥爭的話頻繁 所以他現在正在做一件說 然後再加上一件 這個520的時候 賴清德準備要就職 而且要發佈一個就職演說 所以在這個時程當中 你就可以看到 習近平在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干涉台灣的一些相關事務 以及在對全世界發生 那這個事情 其實以前中共常常做 阿扁在2004年的時候 在聯任的時候 其實中共在520就職前 發表一個517聲明 就是來介入這個阿扁想要的 講的什麼話 所以他故意發表517聲明 你看到在2018年的時候 當時小英執政之後 然後接下來2018年年底的 這個九合一選舉之前呢 他把連戰叫過去 那時候連戰已經沒什麼用處了 但是他還是要把連戰叫去 進行第四次的聯席會在幹嘛 就是在交代一些事情 他其實不是對連戰講的 他是要對台灣講的 他對全世界講的 所以這件事情來講 其實馬英九你不要高興太早 因為他其實是藉由你這個傀儡 來對全世界在發表說 他對於台海事務的看法 對於這個520的時候 他其實隔空在什麼 跟賴清德在喊話 他不是在跟馬英九喊話 所以這一次來講的話 他非常詭異的事情在這裡 那馬英九當然很開心嘛 因為習近平還要再見他了嘛 所以他非常開心嘛 所以那問題是說馬英九能夠講什麼東西 他能夠代表台灣的民意嗎 沒辦法嘛 剛剛也提到了 他到底能夠代表他40% 60還是多少 30% 就是說到底他的這個 馬英九過去來講的話 在中共的眼中來講 為什麼之前第一次去的時候 會那麼多小粉紅攻擊他 因為他認為說你馬英九在你任內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在處理這個 什麼統一的事務嘛 你後來還引起這個 這個服貿協定的這個問題 太陽化運動都是算在你身上嘛 所以你還有臉資格 還有資格過來嗎 你就是來撐飯的意思啊 那這一次馬英九去的話 當然就是說 是習近平需要你 是需要一個管道來藉由這個 因為他不可能再找聯戰去 聯戰已經身體狀況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他要找個代理人 那個代理人就是剛好 馬英九想要做這個位置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本身來看一下就是說 習近平在處理他的內政事務 以及在國際關係方面來講的話 非常的糟糕 在現在來講的話 他必須要透過一個方式來講的話 來表達他對於台灣的 這個相關事務的一個 一個態度是怎麼樣 他想像國際之間知道他的態度 對 同時像國際之間說 他還震得住 先總統都來見我了 但問題是他能不能真正影響到 接下來賴清德的520就職演說 我覺得也不太可能了 為什麼呢 因為畢竟來講 現在中國勢力是走下坡 他不是像以往一樣 好像真正日上 東升西降 事實上不是的 那現在美國也出手了 所以我的評判就是說 這個是過場 這基本上是過場 讓大家知道說 那有些人就想把操作說 這個馬英九去救了台灣人的性命啊 或者是說去了以後啊 有這麼嚴重是不是 沒有打仗 打仗不是你馬英九說了算啊 打仗是中美之間的架構之下的 一個結果的因素 而不是你馬英九一個人你說了算 那我想再請教 我想請教就是說 馬英九去了那邊 會給國際之間什麼訊息嗎 還是國際之間都明白 在民主國家裡面 前總統 並不具備任何代表性 對我覺得他自己 把自己看得太高尚 以及看得太重要性太高了 國際怎麼看 國際社會當然 以前在聯合會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認為說 你就是釋放出一個錯誤的訊息 對國際社會來講的話 就台灣的很多民眾 不是這麼想的 那時候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2004年的時候 阿扁連任 他是一個什麼 以些微差距的方式 獲得連任的 所以那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狀況出現 但是歷經到2016到2020年的 這個小英連任之後 一直到現在 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台灣的主流民意 大概是往兩個方向走 所以他欺騙 他做了這種事情 來欺騙國際社會 但是我覺得 國際社會 大概也看得非常清楚 等於就是 起碼兩人的抱團取暖而已 對 只能他們兩個 就抱團取暖 但米孝俊酸 在哪個環節產生 一票專家進行推理 因為環境要能產出 米孝俊酸 可沒這麼簡單 通常為了節省製作時間 果條會事先煮熟備用 抹上一層油 防止沾黏 有訂單時再下鍋快炒 但這中間的時間差到底多大 環境是否能夠養出 米孝俊酸 這都還是個謎 過去在印尼 曾經因為椰子發酵品 釀成米孝俊酸中毒慘案 在東南亞料理當中 常見的椰漿成分 也使用在保齡的咖哩醬之上 擔任小菜角色的黑木耳也可能成為因素 只要浸泡太久 就有滋生米孝俊酸貢獻 保齡茶室所使用的食材 都成為可能嫌疑犯 但如果保存使用得宜 或許慘劇不會發生 保齡茶室一共使用八種醬料 衛福部檢驗醬油和老抽 都未驗出米孝俊酸 其餘食材仍在檢驗當中 整起案件突朔迷離 也讓國內的毒物專家和醫生 抽絲剝險 到底米孝俊酸從哪來 回到國內來關心保齡茶 其實這些事情在民生方面 有蠻大的衝擊的 很多人會怕說天啊 那我還能夠在外面吃飯嗎 會不會我不小心吃 不過又吃個幾百塊錢的東西 我回家就走了 就沒命了 會很害怕 其實台灣是第一次出現這樣的一個 米孝俊酸這樣的一個毒素 國際之間其實也蠻多類似的產案 這個都是餐桌上的隱形殺手 我們來說 1936年是民國25年 那個時候 連整個所謂的918事件 都還沒有發生 日本競鋼冰鬆 有一間高中 運動會的過程當中 可能這間高中 可能財力也還不錯 每個人發了一個甜點 這個甜點裡面居然有草莓大福 每個人看了之後好開心 為什麼 日本人都吃出事而已 有這個甜點可以吃 算是非常非常好 結果吃下去 慧民姐 嗨啊啦 2116人瞬間通通食物中毒 整個小鎮都陷入了恐慌喔 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一開始是先上吐下泄 那個時代其實還沒有太好的藥 結果居然造成了29個學生 跟15名家長的一個死亡 死亡的人數 總共高達41人 那個時候 連日本的政國731部隊 日本的731部隊 專門在做生化 在做整個所謂的衛生 跟醫藥的一個研究的 這是在全世界有名的喔 他們都來調查 結果調查之後 發現了 那間甜點店 據傳很髒 他們一去看的時候說 還有天啊 下面通通都是老鼠 都是老鼠的一個糞便 在老鼠橫行的一個情況之下 腸道的沙門市感菌 大規模的感染 所以兩千多人都吃了 每個人都上吐下瀉不打緊 還造成41人的一個死亡 在1895年到1977年時間呢 印尼當地有很多人 先跟各位說喔 印尼人呢 有錢的華人跟我們一樣 吃飯 吃菜麵 吃火鍋麵 他們也吃粿啊 可是他們很多的窮人呢 可能經濟狀況沒那麼好 他們吃的什麼呢 他們吃的這個叫椰子餅 這個椰子餅很特別喔 他們椰子呢 先從樹上打下來之後呢 先丟一邊 放一個月 因為新鮮的椰子皮發不開 所以你要等到他稍微老化了 皮已經乾掉了對不對 把他的皮打開 皮打開之後呢 裡面的汁不要 他只要裡面的肉 他們就會把裡面的肉刮出來 放到籠子裡面去 壓壓壓壓死 再發酵 發酵完之後 就是這個所謂的椰子發酵餅 這個椰子發酵餅在過去喔 包括了很多的印尼人 馬來西亞人 那種是窮人家最愛的 可是先跟各位說喔 我剛剛已經跟各位談了 椰子掉下來先放一個月 後面還要再發酵 發酵的過程當中 只要任何一個衛生條件 叮咚不對了 糟糕了他有毒了 所以這個也是米酵菌酸喔 最多的時候 還造成了萬人的中毒 在2020年的時候 那個黑龍江 那也有夠陷阱的 冰箱的東西已經冰一年了 拿出來 鄰居來 新家來 真的不知道 他們拿來也煮喔 家庭聚餐 冰了一年的酸湯子 這個叫玉米麵喔 結果煮一煮之後呢 三個年輕人說 哎呀吃這個不好吃 他們不要吃啊 因此逃過一劫喔 九個人 全部中毒身亡 幾乎滅門 這個也是米酵菌酸 這個也是非常糟糕的 殺傷力很強耶 但是在1988年呢 馬來西亞 有14個人喔 吃了老鼠粉 各位聽老鼠粉 別怕喔 不用怕不用怕 為什麼呢 我們台灣叫米苔吧 結果老鼠粉呢 居然在1988年呢 吃了之後 呕吐腹瀉 最後還中毒不治喔 後面整個專家都去看之後 糟糕了 放太久 任何東西放太久 就會有毒素 就會有細菌 它這個叫黃麴毒素跟膨酸 黃麴毒素 其實在花生當中 也很常有 所以過去台灣 有一段時間 很多人喝米酒啊 吃花生 也會有黃麴毒素的一個中毒 膨酸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膨也固定很多人在用 因為膨呢 它有一個好處 一般的米飯不是那麼結實 不是那麼新鮮的時候 你加膨下去 它會比較結實 吃起來會比較好吃 口感會比較好 所以他們就不排除是廠商 儲藏的方式不完整喔 導致食物 受到黃麴毒素的一個侵襲 但是膨酸從哪裡來的 都不曉得喔 究竟這個毒素是怎麼來的 那麼很多專家覺得說 中葉疑點是太多了 比方說呢 中毒的時間分布在3月19號 到3月26號 但是3月20號是賣出了7份歸壓條的 這7個人都沒事 所以這個毒素是怎麼分布的 是不是很難了解 其實毒素它本來就不會憑空跑出來 它一定是有人 或者是有這個細菌長出來 它才會真正跑出毒素來 那我們先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任何的情況 因為現在還在調查當中 但是我們就一個正常常理的食品中毒的 這個案件來說的話 它一定要先有這個細菌 那我們知道這個細菌名字很長很難念 叫做唐昌樸伯克氏菌 這個菌長出來之後呢 經過一段時間 它才會長出這個毒素來 這個現在我們這一次所面對到的 這個毒素米酵菌酸 它在台灣是從來都沒有出現過的 而且它其實就算是在 比如說全世界的其他的案例裡面 也都寥寥可數 食跟手指頭都算得出來 但是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它只要接觸到 就是死亡率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簡單的來介紹一下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呢 它基本上來說 它的價錢 我們先講價錢 這個毒素如果你要去買它 其實老實說還蠻貴的 對一點點 一點點就要這個三四萬塊錢 好那但是呢問題是 這個CP值很高 我查了一下 這個毒素 你只要買一點點 你就可以讓人死亡 對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毒素 好那另外一個點就是說 這個東西呢它是無差別攻擊 就是你只要吃到身體裡面 它就會針對你的細胞的栗腺體 大家知道說這個栗腺體 是這個細胞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器官嘛 你只要栗腺體破壞了 細胞就會死掉 這一定沒有沒有例外 我舉個簡單例子 河豚毒素很毒啊對不對 河豚毒素它也是針對細胞的栗腺體 那只是說河豚毒素它只會累積在我們的呼吸系統 那造成我們最後的這個呼吸系統癱瘓 然後人死亡 但是這一次這個米酵菌栓 它是從我們的嘴巴一路到一路下去 所以只要是攝取到的 不管它就重症或者是死亡 都有比如說上吐下瀉 這個噁心嘔吐 然後這個急性腹瀉 然後還有就是再嚴重一點的話 就是比如肝衰竭 這肝指數爆表 然後還有就是肾衰竭 還有最糟糕的就是這個凝血不全 其實就是急性敗血症啦 對所以其實這整個流程 其實老實說啦 要在這麼短的時間 特別是我們剛剛有講到對不對 這個時間上面 的確是一個很大的疑點 因為你要在這麼短的時間 長出這個細菌 然後又要產生出這麼高劑量的毒素 而且是致死的喔 老實說不太可能 我只能這麼說 就是在這個案例裡面 其實很少看到有這樣子的 這個這麼短時間 特別我們把這個時間等 因為像廚師有講啦 我們在冰城處理 這個都是在太陽底下 常溫也沒有在冰冰箱的 也沒人吃出這樣的一個菌酸嘛 對不對 就是這個東西在正常 台灣更是第一起 對在正常情況下 即使我們看過很多文獻喔 包括以前的這些案例 包括來自比如說印尼啦 東南亞 或者是來自中國 那其實都沒有說 欸他我那冰了很久 或者是我環境污染 哇到處都是 其實很少 不是容易長的毒就對了 對他不是這種這種正常 我們說的這個 典型的這種毒啦 所以其實他理論上來說 這個毒素在時間點上面呢 他其實就起人疑鬥啦 他時間上根本不可能有 這麼短的時間產生毒素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 剛剛所講到這個食材 欸這個食材老實說 如果不是這個廣泛的 在這個廚房有問題 因為我們剛好看到 就前幾天有講到 這個廚房這個環境很糟糕 嗯 然後有什麼蟑螂的排泄物 什麼什麼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他的環境也很糟糕的話 那理論上不會是只有 點核粉或點龜牙條的人 嗯 才這個中毒嘛 對 理論上應該所有的 現在連醬料什麼的都幾乎 全部都有 但是又沒有 欸對 所以其實這個真的很 老實說啦 我真的不能排除 就是看了這麼多 這個結果齁 真的不能排除說 會不會有人 真的就是 跑進去他們的廚房 然後真的放了什麼東西 欸可是這種東西 不是也很難買 管制品啊 欸其實我這麼說齁 他是不是管制品 他當然是管制品 他也是劇毒的東西 但是問題是 我們全台灣 就從來沒有發生過這個事情 就連這個食藥署 要去買標準品都買不到 那我們是看到說 因為張基他們有做過這樣的 先前有這樣的研究 所以他們有這樣子的標準品 但是問題是 其實這個 就包括科學文獻喔 我們找到的 其實都是二三十年前 你讀到博士讀那麼久了 你也沒碰過這種事 我老實說 我在課本裡面 我就只看過一次啦 我從來都沒有看過這個 就是案例就是說 有大宗死亡 所以我們醫生真的蠻厲害的 尋線追查 就查到了這個一個毒素 馬上定調是這個毒素 因為老實說 我們平常懷疑的 什麼這些細菌啦 就三門四菌啊 或者是什麼 什麼肉毒桿菌 這都劇毒喔 不可能你知道嗎 因為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 產生這麼高濃度的這個毒素 我舉個簡單例子喔 食品中毒呢 理論上來說 應該是我的食材很毒 不管是它裡面是什麼樣的毒 包括細菌也好 它食材一定要就是有毒嘛 因為有毒了 我們吃到身體裡面去 那我們身體裡面驗得到毒 這個合理 要不然就是環境裡面很毒很髒 那我們吃到身體裡面去 我們身體裡面也有 但是問題是食材沒有 環境現在也沒有 反而人身體裡面有 又不是人帶毒去傳染環境 這不是很奇怪嗎 好 所以這個話題 其實毒理界也是覺得不可適應 等一下我們再進一步討論 但是現在也延燒到政治圈了 一個市長做到這樣 再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前後市長護咬怎麼回事 對 柯文哲說 第一時間他就說 蔣市府叫做眼睛夜障重 一切都是假的 結果發現柯文哲不只眼睛夜障重 他孽障更重 為什麼這麼說 孽障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講保齡茶 是其實這一家所謂的餐廳 其實過去就很多的食安問題 被消費者檢舉嘛 因為你消費者檢舉 你衛生局就要去積查 沒錯 保齡茶是第一次被檢舉 是什麼時候 2022年的9月23號 誰當市長 柯文哲當市長 誰當副市長長 黃珊珊當副市長嘛 衛生局去積查的結論 叫做合格 而這兩個人在忙什麼 在忙著選總統 跟忙著選市長嘛 對於衛生局為什麼積查合格 現在衛生局還沒有辦法 給大家一個交代 如果那時候知道了保齡茶室 已經有問題了 現在勒令庭業不就沒有這些問題出現嗎 但是為什麼當初會寫合格 而講萬安講師傅 你也不要講別的 因為你在這兩年當中 你只有發生事情之後 你才去做檢查 你中間的過程 你是沒有做檢查的 而什麼時候做檢查 是所謂的3月24號嗎 21號北醫就發生兩個案例 醫生都知道 醫院如果發生兩個中毒案例 一定會通報衛生局 為什麼1月21號發生兩個案例 通報了之後 你等到24號 你要接到新北市的1999的檢舉 告訴你 你才要去檢查 24號你才去檢查 25號你再檢查一次 你到26號來勒令庭業 2425多了多少的案例 我們覺得說這件事情 是否不是說最終的責任 但是你可以最快去檢查 越快的勒令庭業 就越少的風險嗎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保齡茶 不只是只有在所謂的 A13的這家餐廳 包含在所謂的微風北車店 也被檢舉這兩次 那個衛生局我肯定他 因為他有教人家限期改善 那在饒河街 重點是饒河街 因為一樣 柯文哲任內的6月16號 也是被檢舉 檢舉之後 柯文哲任內也是判定合格 講話你也不要討 2024年的3月5號 也就是今年的3月5號 在饒河街的這家的 所謂的保齡的餐廳 這家餐廳被檢舉的時候 你們一樣是合格 為什麼特別舉出這一次 不要忘記了 保齡什麼時候沒有產品意外險的 是去年10月就沒有產品意外險了 為什麼3月5號你去檢查的時候 竟然叫他合格 你就只做衛生局的事嗎 你所謂的產品意外險的部分 你不用去做檢查嗎 如果你發現他沒有產品意外險 如果從這家店 稀查出他沒有產品意外險 你就全部都要把它停業不是嗎 如果停業了 會發生這件事嗎 也就是說 不管是柯市府或蔣市府 在所謂的市前 他沒有防範於未來 在事後 他又慢慢拍 增加了讓民眾消費者的風險 這個是蔣萬安跟柯市府 都不要互相推來推去 好 趙老師我想請問你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因為是吃龜鳥出事情的嗎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有毒的都吃下去了 所以你現在事後再來檢驗 當然就檢驗不到毒 這樣的可能性高不高 其實我倒覺得 大家不用太過於擔心 但是小心還是好事啦 那但是問題點就在於說 我們今天也看到這個記者會 就是說他驗了其他的這些食材 結果通通都是陰性 都沒有 對啊 這從天而降的毒素 到底從哪來的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有兩個點 大家值得討論 就是說第一個的話 那是不是左計 就是比如說 我這個食材沒有 那是不是其他的醬料 確實啦 這個米酵菌酸 他曾經有過這樣的案例 就是說他混合在這種脂肪 脂肪比較高的 或者是這種椰子油 比較富含椰子油的這些食材裡面 他的這個存活率 或者他的這個化學穩定性 也比較高 這個是有可能 所以就是調查一下這個 這其實一點都不難啊 就是把這些食材 除了這些食材之外的這些東西 在這個 比如說龜拉條或河粉裡面 他有添加的 這個食譜 你把它全部調出來 去普遍的去積查 而且專門積查他們這家店 我覺得這個其實應該不是很難吧 對 那當然我們會說 他全部都吃完了 那我們都找不到 我覺得這個有點牽強 因為現在已經都很確定了嘛 食材沒有 那當然就剩下其他的 能加什麼就加什麼嘛 就把它全部抓出來檢查就好啦 我覺得這個其實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難處 那問題點我覺得另外一個 就是3月20號那一天 有7個人點這個 但是7個人點了這個 龜拉條的這個餐點 但是3月20號那7個人都沒事 這個其實我覺得 如果說我還是回到這個 是不是有人人為的惡意的 這件事情上面啦 據傳老闆欠人家非常多錢 這個也是有可能 對所以會不會有人 就是比如說潛入 那或不是有人做了某些事 然後他對於特別針對他的 比如說廚房對不對 他特別某些餐點 他就進去 放了某些東西進去 這個我們現在純粹懷疑 但是呢 有監視器這麼多嘛 那特別針對他的這個保齡茶室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跟監他 或者是比如說不是跟監啦 就是說特別去把這些人 這種閑雜人等 進出廚房一定是閑雜人等嘛 或者是有可疑的人把它抓出來 我覺得應該應該不是特別難 就是如果是食材壞掉了 產生這個毒素的話 為什麼偏偏320一整天沒事 這不能解釋 所以呢 這個或者是其他的佐料 這七個人就是沒有加某一種佐料 這個要確定的 但是馬來西亞的黑醬油 現在也排除了有這個毒素的一個可能性 好接下來再看一下習近平到底怎麼回事 他要用聽話的人 偏偏聽話的人能力不一定好 所以這一會兒怎麼連國際間的招商 應該是李強做的事 習近平幫忙做了 還有他的夫人也幫他去基層視察了 這幾件事情結合起來 該怎麼解讀呢瑞德 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呢 我們說啊 中共都習慣有什麼什麼班 什麼班啊 習家班啦 什麼班這樣子啦 如果現在問你 中共國務院總理名字叫什麼 你回答我李強錯 叫習近平 為什麼呢 因為習近平做了國務院總理 應該做了事 比如說兩會的這個記者會呢 那麼這個開的時候呢 那會後記者應該有李強主持 沒有了沒有這個記者會了 然後緊接著來現在呢 中共一個禮拜之內連辦三場的國際會議 歡迎外企的高官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一大堆的外資 頭啊頭啊走啊不賣啊 然後再加上這個經濟不景氣 所以呢這次照理來說 按照以前的這個相關的慣例呢 中國發展論團博敖亞洲年會投資中國論壇這些 這些都應該是由國務院總理李強出面來接待 沒想到這一次竟然破天方直接由習近平來接待 還才鋪上了紅地產 那麼差別在什麼地方啊 習近平一出來的話呢 當然是最高規格嘛 可是就淪為握手 就淪為拍照啊 實際上的幫助並不大 但是這是一個態度啊 就表示我習近平很需要你們來投資 習近平很需要跟你們大家這個 然後世界各國啊 那麼大家坐下來談等等 那這習近平表露的這個相關的態度 所以李強啊就被直接排除在這個相關的這個外面了 他雖然掛名叫國務院總理 但事實上他是一個毫無實權的國務院總理啊等等啊 所以大家都笑他說現在變成拍照作秀 所以中國的有錢人現在做什麼事呢 他想盡辦法把資金拋售 私人的飛機拋售 高檔的這個物價拋售 比如說香港最有名的李佳 他們現在把這個包括上海的這些高級的房地產 啪啪啪拋售 我在半年內去了日本三次 我到銀座去日本最有名賣高級品啊 那麼出名的銀座才發現一件 才發現一件新的行業叫二手包 二手名牌包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這個二手名牌包都是九成九的全新 那九成九幾乎全新那為什麼會二手呢 原來是一大堆中國的有錢人 到日本銀座去了以後呢 那麼不是中國要把錢拿出來很困難嗎 他就到日本去刷這些東西 然後在中國扣款 用這樣的方式把他們的資產錢弄出來了以後 馬上馬上把他幾乎全新的那個包啊 用二手馬上換錢 所以呢你先到銀座去可以看到一大堆的那種高檔包 但比較便宜 通常是八九折左右 他們用這種方式把自己的資金給挪出來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個人值得我們注意是誰 是習近平的妻子叫彭麗媛 彭麗媛到長沙去考察 卻有兩位的正部級官員陪同喔 你要知道這個動作是超乎尋常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主席夫人來了 那麼事實上陪同是OK啦 但過去不會有這個等於說不會太有兩位正部級的官員直接陪同 太明顯了 那個態勢太明顯了 所以有人開始這些研究中國的相關的政治的這個走向的人 開始認為說 習近平現在已經邁入了所謂第三任 但事實上就等於是永遠的這個國家主席了 那麼他是不是要讓自己的太太彭麗媛也成為第二個江青 也就是像當年毛澤東 毛澤東一樣年紀大了以後陪自己的妻子江青啊 那麼事實上彭麗媛沒有那麼容易 沒有那麼容易說馬上就擠身這個政治局常委 為什麼因為他不是中共的中央委員 但是呢這些動作讓確實讓大家 那麼心裡恰了一下 彭麗媛他是聲樂 像那個金正日第一次到這個中國訪問的時候 現場現唱用中文跟朝鮮語言唱歌來迎接他的就是彭麗媛 還有彭麗媛很多人不知道 他其實掛少將 解放軍少將的這個軍銜啊 而且呢他還創一個紀錄 在天安門事件的時候呢 那時候不是屠殺這個大學生嗎 然後坦克不是學習嗎 當時彭麗媛親自著軍服到天安門廣場啊 去唱歌跟慰繞這些屠殺的這些阿兵歌 然後他有這樣的一個在軍中的一個慰望 所以他會不會成為真的成為第二任的江青呢 現在大家拭目以待 那除此之外呢 最近因為我們中共知道說中國現在經濟不景氣嘛 現在萬科的董事長玉亮呢 那麼他以前在2017年2020年的時候 稅前報酬啊 一年年薪都破千萬人民幣 現在2023年他剩月薪一萬 當然這個月薪一萬是真一萬還是名義上一萬 我們不知道 那在胡任的這個2024年全球富豪排行榜裡面呢 那北京第一次 北京第一次呢 被這個印度的夢買給超越 是什麼 是亞洲億萬富豪的排行榜 也就是印度新興的印度呢 他的億萬富豪的人數呢 夢買第一次超過北京 而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億萬富豪啊 他的相關人數節節敗退 敗退在這個中國的相關包括深圳的都贏過他 只有一個解釋 也就是這些有錢人正在潰逃離開香港當中 好 根據之前媒體的採訪呢 其實中國流出的資金相當是於一個城市這麼多 錢要跑啊 那怎麼樣才能夠保值呢 現在通膨的一個情況 很多人就是買小金球嘛 買金子嘛 想說有狀況的時候 說不定呢還可以再賺一點錢 沒有想到買黃金看起來最穩當 把錢存到央器去 把金子存到央器 應該也萬無一失了吧 沒有想到還能出事 可是這兩天出了一件大事喔 中國有一間央器叫中國黃金 另外一間叫桑東黃金 桑東黃金是目前香港的上市公司 它是一家金控公司 他們旗下在全國各地都在賣黃金 結果賣黃金賣啊賣的最近出大事了 為什麼呢 總共有六家店 這六家店呢 好多人說我的黃金存在你們的店裡面耶 結果去之後呢 人去樓空 人說假的吃了 吃到沒飯吃 加盟店居然不見了 目前在北京雙井的福利廣場 還有在整個桂立大廈裡面的店 人去樓空 然後人去樓空之後 很多人就去抗議就說 我們的錢不見了耶 現在不得了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筆錢呢 現在據傳是在人民幣4億以上 折合台幣是超過17億喔 但事情稍稍稍稍的三天之後 現在事情大條 為什麼現在事情大條呢 好多的受害者說 這不對啊 我越想越不對 發生什麼事呢 這幾年 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黃金這幾年的價格 從1400塊每公克 漲到最近是2300塊台幣每公克 所以它的漲幅是非常非常兇的喔 好多人說 我是從這樣10克 20克50克開始存的 好多人都是存100克 存400克 這100克跟400克你不要看喔 23萬台幣92萬 他們大陸這個錢 是辛辛苦苦存下來的 結果存下來之後 我的黃金放在你的店裡面 我現在漲價了 我要去把它拿回來賣 人去樓空 各位你看看 這個有天理 這個有天理嗎 而且現在是六家店喔 最糟糕的是 現在包括了中國黃金 跟山東黃金說 那些店都是加盟店啦 我只能夠幫你報警 我不會賠你錢 不負責了 他說那是加盟店 你只要找到這個人 我就想辦法讓他賠 你找不到我沒辦法 說這種話 一個是山東 中國黃金是央企喔 山東黃金是香港的上市公司喔 好 現在問題來了 好多人現在頭皮抓一抓 越想越不對 為什麼呢 中國很多賣黃金的 他都這樣跟你說喔 你今天不敢是買金條啦 買金塊啦 買金球啦 買金豬啦 你回去喔 有時候啊 他家裡面可能會招小偷啊 對不對 有時候可能會被子孫拿走啊 你存在我這邊 我給你一張黃金存折 結果好多人想一想不對啊 我那時候買黃金的時候 我只有一本黃金存折 我現在這本黃金存折 他到底是有買還是沒買 是不是把我的錢給偷走了 好我今天黃金漲上來了 我要去把我的黃金變賣出來 你的店就給我跑給我追 包括了店面 包括了老闆 全部都不見 各位這件事情現在要怎麼處理 過去在遼寧有一個金礦叫做金泰紅旗金礦 那個時候報告出來 哇嚇死人了 他們就說這個金礦呢 總共有七千零七十八公斤的黃金 值得挖 然後值得挖的時候呢 包括了中央就撥款 包括了中國黃金就撥款 包括一大堆人就開始 開始挖了 我問各位 開始挖這些長官 這些廠商是不是就上下起手 結果慧民姐 不是說七千多公斤嗎 挖了老半天挖兩百公斤 他們就說對不起探勘錯誤 結果探勘錯誤 前前後後花了二十幾億人民幣 我就問各位 這些錢花到哪邊去 一定是那些長官 一定是那些有利人士拿走的嘛 所以中國的黃金 過去就有非常多奇奇怪怪的詐騙事件 所以呢 習近平應該專心的把你的內政搞好 不要再想著怎麼樣 要這個解放台灣了齁 台灣現在好好的不用你們來解放 最近呢在桃園有一間 跆拳道館爆紅 原來他是戰略的關鍵點 你知道在解放軍的這個 東部戰區的微博當中 其實被眼尖的網友發現 當他們在這個訓練過程當中呢 那個照片當中的這個 阿兵哥的背後 竟然會有一個寫繁體字的招牌 這個繁體字招牌上面就寫著 舉光跆拳道 然後後來大家跟著這個招牌去查的時候 的確在Google 竟然可以真的找得到這一家跆拳道館 那這個大家跆拳道館 其實在桃園有很多很多的這樣的分店 但是這裡這個地方在哪裡 剛好就在揚梅的上田的這個跆拳道館 那這個地方為什麼是在揚梅 那解放軍為什麼在他的假想的這個模擬狀態當中呢 會出現在桃園揚梅這個地方 這其實跟整個我們的他的戰術 可能是有一些相關的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他在內蒙古朱日和有這個 這個總統府的模擬的這個地方 在這個甘肅有青泉岡的模擬 然後在江蘇現在就有桃園的這個地方的模擬 那江蘇剛好又是在這個東部戰區的範圍當中 所以他是對台攻擊的一個第一線 那如果以他這個地理位置 我們從這個Google Earth上來看的話 或是從Google地圖來看的話 從揚梅出海口這個地方 剛好就是那個永安漁港 那永安漁港這個色紫溪出來的情況之下呢 那如果他是從這裡登陸上來的時候 是不是切進到這個地方 目的是要幹嘛 因為你想說揚梅這個地方 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讓他去 為什麼要去優先的佔領這個地方呢 其實這是有這個美港的 為什麼這麼講呢 揚梅再往下走就是虎口 虎口是我們在北部軍團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 裝甲兵的一個重要據點 那上一次你知道以前在1964年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我們的虎口兵變的事情 那時候呢 也就是因為如此 所有要進台北市的所有的交通要道的大橋 全部都要佔憲兵 你所有的軍車軍卡 你如果要進去的話 全部要接受盤查 是不是怕說再發生所謂的軍變 後來在1992年的時候 才撤掉這樣的憲兵的站崗 那這時候虎口如果說一些裝甲師 一直往北走要去勤王呢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他們用空降師去佔領我們的首都地區 或者是佔領桃園機場 他要進一步把他的後勤補給這運上來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裝甲師往上走 把所有的空降師全部戒滅掉呢 就像當初這個俄羅斯空降機輔一樣 結果空降完以後全部被烏克蘭軍隊幹掉 然後這時候他後勤補給跟不上 所有的裝甲全部堵在路上 完全沒辦法進攻到首都地區的時候 這時候呢 剛好這支部隊如果出現在揚美 就可以把這個我們的虎口裝甲師呢 裝甲師把他擋住 那這時候你可以看到一堆意圖 因為大家會知道桃園地區 它本身來講是秋林地形非常多 不適合所謂的這個所謂的迅速的這個 繼續運輔 所以我們在這個裝甲旅如果說 或者是漿管師他們在走的時候 一定要靠幾條路線 當然最多的就是所謂的第一 這個國道一號的高速公路嘛 然後另外還有什麼 省道一號就台一線 還有什麼台三十一線 這些地方剛好就是在他那個解放軍 出現那個地方的交會點 那個地方如果解放軍駐守在那邊的話 就可以阻止我們的虎口兵團可以往上走 倒不是上面什麼龍潭有我們的陸軍總部啊 或者是有這個什麼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一個軍營在那邊 倒不是我不是認為那個 我認為是阻擋虎口的這個裝甲是上去的 而且我們在那邊的話部署非常多 那總體來講的話 就是說解放軍他現在時時刻刻都在笑響台灣 時時刻刻在台灣的某個縣市某個街道 今天不是只有陶寧而已 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可能性 而且在東部戰區的所有的訓練場合當中 這些地方都成為他們戰術進攻的一個據點 那今天剛好是不小心釋放出來這個繁體制的一個招牌 當然這家道館來講的話 有可能大家都會去報名或幹嘛 但是幫他打個免費廣告 但是更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解放軍的戰術非常細微 他把台灣的所有的街道上面可能的狀態 還有旁邊哪些店家 以讓他們的解放軍的阿兵哥 了解整個地形地物的狀態 然後去怎麼打相戰 其實他們的訓練其實算還蠻扎實 不過他們基本上渡海能力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大家也不要害怕 因為渡海能力來講的話 他們必須要兩棲作戰艦 那這些東西來講 他們目前來講還在發展當中 還沒有足夠 所以我們目前來講不用太擔心 對 說不用太擔心 但是這是一大警訓 他們居然已經戰術精致到了 連什麼路口要怎麼樣做 什麼樣的功能性都規劃好了 而且你說不只是桃園 恐怕各縣市他們都有這樣的規劃 好 這是台灣要特別小心的 再來看一下 接下來這個總統大選之後呢 接下來要登場的是什麼 麥寮 麥寮鄉長的選舉 柯文哲說 這位OK 34% 所以比較拼這個 有可能鄉長就是民眾黨的 有沒有可能 對 4月13號 麥寮鄉長補選 柯文哲要去Lonestate 從下禮拜開始 他說要打一場總統級的選戰 結果那個他們副秘書長 許甫就說總統級的選戰要怎麼打 我們要跑宮廟跟跑紅白鐵 那個以前不跑你現在跑來得及嗎 我跟柯文哲講你們幕僚認真一點 Lonestate總統級的選戰 有很多的議題可以打 尤其麥寮這個地區 因為六清在麥寮設廠 其實麥寮是雲林的第三大的鄉鎮 尤其是主人口主權成長 其他都在外流 其是有麥寮在成長 原因是六清的很多員工進駐嘛 因為六清的議題 所以你的總統級的選戰 有很多的所謂關於產業的問題可以提嘛 第一個叫六清的補償金 麥寮是擁有最多六清補償金的 這些六清補償金如何去照顧 所謂麥寮鄉親的健康嘛 第二個六清將設台灣第一座的 十噸級的十萬噸級的海水淡化廠 未來水資源的利用 你可不可以透過這麥寮的海水淡化廠的建立 未來複製到全台灣 讓台灣的科技業有充分的水可以用嘛 這才叫總統級的選戰 還包含所謂雲林沿海地區的 太陽能光電產業問題嘛 這才是總統級選戰 你是跑工廟 你為什麼不繼續幫他們發言 你這樣一講 那格局高度都來了 第二個部分 我跑工廟 他是不是以為在選里長 所以跑工廟 跑紅白鐵 為什麼沒用 因為所謂的鄉鎮級的選戰 說真的你打總統級 也是沒用的 這些議題在地方上面有無感 為什麼呢 長期的組織 長期的服務 才是地方上面認同 不認同這個人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這一次有四個人參選 林一禮 許劉斌 許志豪 許忠福 大家好像三個都姓許 對 因為麥寮的許姓是大姓 我們麥寮那邊還有一個 一個鄉鎮 一個村 就叫 表示許姓是麥寮的大姓 人際關係網路 才是決定 這一場選舉很重要的 因為這次的許志豪 過去是民進黨的議員 這次代表國民黨參選 過去是民進黨的鄉長 許忠福 這次用五黨級參選 所以政黨也好 或者是所謂的總統級的格局也好 對於所謂的鄉親票 是沒辦法影響的 所以這一次民進黨沒有提人 其實是叫按住許忠福 因為他用五黨級參選 就避免掉說我民進黨的票 我只拿民進黨的票 我可以拿一些所謂的中間的選票 或者是甚至是鄉親票的 國民黨的選票 然後國民黨提的是前民進黨 前民進黨的 他們就要為了吃所謂的綠營的選票 大家都有他的戰略布局 重點是你這個候選人 他平常對於組織的經營 才是最後勝選的關鍵 為什麼這麼講 歸史 吳季宜 最近沒有看到民調 但是他的臉書裡面有講了 他的這個民調 目前的支持率大概藍25% 綠22%白15% 而且所謂的看好度的部分 領以理 民眾黨的支持者的看好度 幾乎等於0 沒有人看好他當選 柯文哲當然想要 我現在還不知道候選人是誰 對 我現在四個都知道了 因為有三個姓許的 柯文哲下去 Long Stay應該會有一些拉抬效果 當然會有拉抬效果 但是你看國內史最重要的是 投票率 投票率目前為止 大概只有45%人 表示會出來投票 也就是說投票率偏低的情況下 年輕人不會出來投嗎 有說柯文哲希望把總統大選的 34%的選票移轉到所謂的 林伊里身上 是有難度的第一個投票率低 年輕人的轉移度會低 第二個 柯文哲的滿意度不斷的往下滑 他的滿意度是下滑 他的不滿意度將近六成 不滿意度是絕對不會投給你的 滿意度是可能投給你而已 所以他的不滿意度高過於滿意度 將近兩倍 所以林伊里還是靠自己選 不要靠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還有趕票的效應 所以整個柯文哲這一次的 蛤 你覺得他不要弄10倍 搞不好票還不會跑 那票還不會跑 沒有 柯文哲 你這麼看壞他 我們是60歲以上的老人家 但鄉親都 老人柯文哲不分藍綠吧